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另外一个新的领域 就是光学的领域 那我们了解光它本身就是一种波动现象 所以我们依据波动现象的次序 波动现象就是谈到反射 折射 干射跟绕射 那我们就依照这个次序 逐一的来把光学的在波动现象的一些特性 给同学做一个详细又简单的介绍 我们先介绍第一种就是光的反射 我们先看光产生反射的条件 那我们了解光它是在透明的介质才能够传送 所以当它有一个透明的介质 斜射到另外一种不透明的介质的表面的时候 这个表面我们就称为介面 对 就是两个介质的交界面的时候 当这个交界面它是一个光滑 而且是不透明的交界面的时候 那这个光就会折返回原来的透明的介质的那个现象 这个现象我们就称之为光的反射 下面我们用图形来解释 用这个图来解释光的反射所遵守的一个规则 这是一个露射光 那遇到一个不透明的介质的时候 因为这个介面是一个光滑的介面 它就会折返原先的透明的介质 那中间有一条假想线 这个假想线它是垂直这个界面的 我们称为法线 那法线跟露射光的之间的夹角 我们称为露射角 然后反射光跟法线的夹角 我们称为反射角 那这时候它的反射角呢 一定会等于露射角 好我们看它所遵守的这个定律 好就是第一个 就是露射光线呢 反射光线跟法线呢 必须在同一个平面上 好 然后反射角呢 一定会等于露射角 那就等于说 一条露射光线呢 只会产生一条反射光线 它不会产生两条三条 好因为它是在 它必须跟法线呢 在同一个平面上 所以依据这个图的解释 我们知道露射光线 反射光线跟法线呢 必须在同一个平面上 意思也就是说 一个露射光线呢 只会产生一条反射光线 好 然后反射角呢 一定会等于露射角 好 所以它一定会遵守 这样的一个规则 好那这个有关光的反射的一些 它的一些特性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